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上海海港和河北队的比赛 进行到第75分钟的时候 刘助润替换上场 上场不久 海港队在左侧的一次定位就的机会 奥斯卡开到中间 在门前包抄到位的刘助润 将球垫进球门 这几乎是他上场之后的第一脚出球 而这个进球也来得非常漂亮 但是从慢进的回放来看 我们来看就是这一个瞬间 是不是会觉得 好像海港可能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 我们待会会从两个方向来解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角度 会是比较的难以判断一点点 我们从两个画面来确定一下 刘助润在接球之前 是不是已经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怎么叫越位 奥斯卡在出球一瞬间 接球队员身体有效出球部位 比防守一方倒数第二名球员等 身体有效出球部位更接近于底线 那么他就算是越位 当然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难点就是 我们如果要完全准确的话 需要从双方的肩膀位置画一条投影线 投到地面上 然后找到地面的位置上 这个地面这个交接点 才是一个准确的 准确的判断这个越位的一个点 但是这个难度确实比较大 鉴于两人看起来 位置关系身高并不是差非常多 所以我们可以来找找 他的这个肩膀的有效点 需要一个注意的小细节 手臂一定要注意啊 手臂是不算在有效出球部位之内 所以把手臂忽略掉 我们从肩膀算起 相对来说肩膀应该比头部 是要更接近于底线 这个直观看是比较明显 第一个来确定 这是奥斯卡传球瞬间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个我们找到 双方的有效出球部位的点 这个图片其实我已经放大了两倍 但是再大的话可能就会要糊掉了 找到这个点 肩膀 这个位置啊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当然大家如果觉得说 位置上需要再挪一下的话 也可以再重新来推销一下 看看这个位置 大家是不是大致认可啊 这是防守端 倒数电门防线队员肩膀的位置 我们默认 是两人将肩膀的高度差不多 再来看一下刘助润肩膀的位置 这个图片 其实我们已经是放大两倍 但是没有办法 它的清晰度只能是到这了 所以对于中超的VAR技术来讲 它们可能也会需要提高这一方面的画质啊 OK我们点完这一侧之后的话 其实我之前点已经点过了 差不多 稍微悄悄的点两个黄点 然后把画面缩小 回到这一侧之后 我们现在将这个平面做出来 同样是利用消失点的这个特效 所以在Photoshop里头就可以来完成 我们找到这个消失点 这个正好有这个大进区相对会比较好找 稍后的话有另外一个更近一点的镜头 但那个镜头有个小小的问题 是没有办法来找到 找到这个完整的一个 找到一个完整的小进区 大进区 看这就是一个消失点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大致就是这样了 我们把它拉满这个后场的区域 再调整一下角落的位置 拉到进去角上 大致上它这些线 放大看一下 基本上都是能够对到位 这就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来拉一下这条线 看看它到底 在对到两人的肩膀位置关系的时候 会是怎样的关系 来吧 确定一下 从这个位置来往回撤回来 这是刚才我们锚定的两个点 对吧 锚定两个黄点 所以有意味着 如果我们看这个点的话 刘助人的位置 明显是会 也不能说是明显吧 就是稍微有一点 更接近于底线 所以什么意思呢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会认为 刘助人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跃位 跃位的位置不多 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位置来说 那它就是跃位 OK 我们现在是来换一张图片 先把这张渲染出来 先换另外一个镜头 另外一个镜头是来自于官方 在 不是官方 会是一个更近一点的画面 就是这个画面 同样的 我们先来锚定一下两个点 先确定 这是奥斯卡 传球一瞬间 这个没问题 和刚才的动作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我自己在做的时候 已经先锚了两个点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点的选择 是不是处在合理的范围 我们夹定就是这两个点 然后现在把地面的这个位置 同样用消失点的方式 把它的正确的透视关系 给它理出来 试一下看 来 这个过程我就不再重复了 同样是用刚才的方法 也已经锚定过一次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放大看一下 如果照这条线来画的话 注意看 我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寻找 拉回来以后 如果是从这位置看的话 就能够发现 这几乎是一个在体毛级别的月位 或者说 我觉得将这次的月位 视作一个 视作为一个 疑似吧 可能更为合理一点点 大致 这就是两次的 这个教验之后的一个判断 当然大家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各位觉得到底是月位还是不月位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别骂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